今天潮人来了 我们很热情这时尚界的名人 李东田 我想即便有的观众不认识他 没有明星不认识他的 而且得求着他 给无数明星做造型的 广美也是他的顾客 不能讲顾客是老朋友 我们俩人互相看得对方长大的 真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你不才十周年性吗 广美不年轻了 其实冬天年轻 我的六七年的 冬天七四年的 七二年的 你看我还跟你说那两岁 所以他来的就是不同 录像之前 我的助理粉盒的 我都不为我 不是人家出油吗 他中午吃的比较好 所以老冒油 我没吃饭 所以就 你看他说他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然后又没吃饭 昨天晚上睡觉情况 你都很摸底 他刚才说了这 光美有个情况得跟你摸摸底 咱们也是解答一下 一些观众的疑问 昨天我们开会 他们讲最近网上有传说 说孟光美整容了 还是大张旗鼓呢 大张旗鼓是吧 对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整的什么地方 这个有一个雷达眼在这 您看一下我整哪 刚才你说完了以后 我近距离看了看 我觉得光美这 整的天衣无缝 是吧 最佳的整 我妈妈 我妈整出来的 你全身上架 哪都没动过 收收手 收脚 你还得刷牙血脸 其实对 他们说 其实怎么讲啊 前一段时间 我就是应某个 这个整形医院之妖 然后去那边 体验了一些 他们的这个 美容的项目 项目 还有一些他们 那种最新 那种花巨款 科技的那种 巨款买回来的一些仪器 那我这样子讲吧 其实我就是 去做了一个体验 那你体验完了 你总有一些东西 要跟人家分享 对 狗仔这个跟什么 也没有 不是狗仔 对 那其实 其实不能讲变相 其实也就是帮他们 这个东西做宣传 那你总不能说 你开了家餐馆 你请我去试菜 我就成了你代言人 原来是商业活动 衍生出来的传闻 对吧 对 你看 我记得是范冰冰 这个性格 是吧 你们说我整容 带着摄影队 是吧 立此存证 访问医生 整了吗 医生绝对没整 人家当成法制节目做呢 你想想 其实我觉得 关于整容这问题 很多这个 我觉得你说 女演员整容啊 好多人都说 这个整了 那个整了 其实就我个人 你最幸福 我认识这些 像广美 像范冰冰 很多很多人啊 都是超过了 十年以上 所以在他们 刚出道的时候 我就认识了 那些 那时候认识了他们 有一点点 因为你确实年轻 你年年十岁呢 对 那时候可能会有一点 婴儿肥 因为女孩 越长大会越瘦 你小 你其实男孩一样 你小时候 很多都是胖嘟嘟的 对吧 饱满的 对饱满 然后他越长 他骨骼 越老越瘪了 他越不就长开了 长开了 他人长开了以后 那骨骼变立体了 你整个整个人 比如说这个运动啊 你的工作压力 各个方面啊 他人一定 他就会越来越 看起来成熟 而瘦了一些 所以这个瘦的过程呢 你看观众都会印象中 他是什么样 什么什么什么样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在这个电视上看 就是你电视上脸像脸圆圆 所以你在电视上看就更圆 没错 对 如果你要是在这个稍微圆一点 很多女明星在这个长大了以后 他因为就化妆啊 冬天造型以后 他就不一样了 说到底是冬天整的好 咱们看看冬天整的几个明星 你给评一下 这个叫杜娟 这是国庆的出口 这个其实特别应景 国庆刚过嘛 这是给杂志做的这个周年庆的 特别是为60年 你看这个形式特别有点50年代的风格 有点复古 有一点点那个就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 人们那种向往 那种感觉 你有没有这感觉 但是那个时候要这样 就得将地富反坏右 来咱们看下一条 这是谁 这是啥 这是范冰冰吗 对 范冰冰 我天呐 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么不像呢 感觉不像是吗 因为光线 因为在这个摄影棚里拍的时候 你要想让人瘦 他会有比如说各种的方法 可以拿两个黑板在旁边稍微加一下 这样两个阴影一下 在这个两侧就会加重 你的意思是冰冰的脸本来肥一点 不 冰冰的脸其实是非常标准的脸 很瘦 它的下巴很尖 然后这个角度 其实在拍照也好 在电视上是非常上镜的 非常上镜 对 我们俩经常说 哇 这个人非常photogenic 这就是上镜是很关键的 没错 对 我的不上镜 就是脸 你知道吗 这个脸宽 而且现在咱们得投诉一下 这个电视 你知道一般人家里看 都16比9之后 都16比9 那你真实的整整容弄骨头 他才能够是吧 看这个看这个 这是李冰冰 这是李冰冰 一帮不认识的女人 李冰冰 我觉得这个造型的这个概念 就会让很多很多人就有看到他另外一面 其实李冰冰平时都是非常疏女的感觉 而这一张给了感觉有点60年代 这个有点未来派女性的这个特质 所以说他们是这个女人的魔术师 你看冰冰 其实现在眼睛上面可能加了上上下下 大概有四五把睫毛吧 没有 上下的这个假睫毛 再加上那个夸张的这个外扩的这个眼线 因为60年代的特点 是要把眼线一定要画在眼睛的外面 特别是下眼线 然后加上假睫毛 所以眼睛会扩大 因为那个时代人们要登月嘛 人们会就外空有一个 外太空有幻想 每个人都是外星人 所以你看60年代像那个 很多很多经典的这个这个形象 都是Bob头有齐刘海 然后那上下的大假睫毛 就看起来像外星人的感觉 假的真好 要不是人家的专业呢 咱们再看 李宇春 他们说想把李宇春做成一个淑女的形状 结果就是这个形状 其实李宇春我觉得 就我本人见李宇春的时候 因为她的这个《皇后与梦想》 这个第一张唱片 是我负责帮她做这个形象的 李宇春的这个人实际生活中 他们都说她很中性 很有那个男孩气 可是我自己看也很小女孩 你是觉得说话了之后性格上看 她性格是比较没有那么外露 她说其实前两天我们在一个活动上 我们俩在一块 然后后来我记得好像八卦杂志 还登了我们俩的照片 说怎么怎么怎么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她本人我那天我第一天见她 她说东天哥 我一看 我说你长大了 东天哥 我一看 你身体 她本人其实从原来的这种比较 比较有这个 好像她刚出道的那时候 给人感觉一点点中性 现在其实越来越长大了 长大以后反而有一点点这个女孩子气 女孩子气 越来越浓 娇羞的那种感觉 对越来越明显了 但是她有一种帅气的跟在她的身体里 女孩子帅气很舒服 你比如说李宇春 你觉得她未来她适合一直这么中性 还是在偏回女性 还是更偏男性 我觉得女孩子越长大 她内心那种女性其实会表现得越明显 其实小女孩到小女人到真正的成熟女人 我觉得在这个三个过渡阶段 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感觉 我记得最早我见到广美的时候 那时候广美和现在现在就是越来越温柔的女 女人 女人 OK 越来越越来越漂亮 其实小小女孩的时候 我自己的感觉啊 有些时候有点薄 就是因为她因为她越来少嘛 她生活越来少 她只是一分心思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而并不是说她由内向外散发出了 我还记得我刚出道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很小 但是那个时候的样子看起来比现在还老气 为什么 装 就怕人家看出自己的薄 看出自己的那种幼稚跟那种嫩 所以就晃我发的红红的嘴 然后浓浓的那个眼线什么 就希望让人家觉得说 我是个大人的那个感觉 你反而到了 你们说的我还真是想起 我前两天有一个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个女士 跑来跟我们聊天 他就讲 骂我中国男人嘛 说中国男人没有水准 我说为什么 他说中国男人就喜欢找小的 他说呢 他们不懂得欣赏成熟女人的美 他说你比如说美国吧 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离了婚 那么他还可以再找啊 还会有四十岁五十岁的男人能欣赏他 他说在美国你要是二十出头的 那就是小孩子小女孩 真像穿珠宝啊 你看是那种穿着女人的衣服散发出成熟女人美的 那帮忙你看好莱坞明星四十岁 年龄越大 他越容易穿出那个那个味道 为什么 因为他的那个阅历已经足以让他承载这些东西 因为年龄太小啊 其实因为他出来以后比较弱 他整个人就比较气场比较小 所以他一走到那个 比如说这个红地毯面前 一走到这个镜头面前 他其实有点缺 但内心还是有点缺声声 当然很你不能说男人不欣赏男人也许欣赏 但是女人去到那样子有深度有厚度有宽度的时候呢 就很难驾驭了 所以对很多男人来讲 是难以驾驭的女人 还是就是就是远远远离开就好了 而且呢你不是不要说 不要说只有中国男人才这样 我前上个礼拜跟一个 呃叫做从纽西兰回来的男人 他就讲他现在女朋友非常小 他说我的理论是什么 两个人在一起年纪的总和不能超过九十 哎呦他多少 他多少 他现在将近六十岁 所以他的女朋友呢 大概就是三十岁左右 他说等我破了六十之后呢 我就要找二十几岁的女孩子了 所以你会 你服不服他吧 但是我觉得男人和女人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男人和女人的这个年龄点 要有一点点差异的话 其实在差在九岁到十岁左右的时候 我觉得 是大十岁还是小十岁呢 我如果如果男的比女的大十岁左右 其实我觉得这个感情容易相对的会好一些 嗯 因为因为这个人比一个人 比如一个人比一个人大一点 他这个体量和照顾的心态就很明显 而且他不会因为一点小事 生活琐事就吵吵闹闹 没错 两个人你看啊 越是年龄相近的时候 他越容易好 也容易好 而且现在还有人说啊 说四十岁的女人呢 就该找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他们能不能 人家说三十如狼四十如火 强行三线行 广告之后见 既然说到这个女人不同年龄啊 我也给你来一个唱反调的 这个台湾著名的李敖啊 李敖写过一篇文章 叫乌乎新女性 但是你知道他说话就是那样的 这个他应该指的不是全部的 指的是少数个别 但是啊 我觉得这人损人呢 说的这个太尖刻了 我可以给你念念 他说啊 这类女人的一生可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奇怪阶段 从十六七岁到二十六七 是他的黄金党 他引人好奇 人生也充满了进取和好奇 他的生命事业爱情等都在这一阶段著成 大错也在这一阶段著成 然后二十六七岁以后 他的巅峰状态开始下降 人也开始走样 过气 为了抢救自然不择手段 进入第二阶段 叫做怪阶段 什么你瞧他说 年轻的时候不拖 年纪大了 肉松了 反倒演裸戏 做迟来的拖星 真是六朝怪谈 做怪期间可以持续到人老珠黄境界 然后转入第三阶段 叫妖怪阶段 老妖怪是青春一点也没有的心中性 扩号 你说他这尖刻的中性 因为月经也没有 美容医院和法国香水的挽救效果也越来越小 小到最后 香水是香水 他是他 这说的 太尖刻 很尖刻 语不惊人 势不羞 但是这代表某种 某种男性 对女人的这种 从小到大 你有没有感觉 这个女人 从年轻的时候 到她的三四十岁老年 她有一种越来越想挽救 装扮越来越趋向夸张的景象 我老跟他们说 我说这个女人 其实是活在她自己 最年轻 最辉煌的阶段 为什么 很多 你看那个很多 这个四十多岁的女性 或者五十多岁甚至 他们会把头发留得越来越长 他们把头发 我经常开玩笑 我说从后面一看是一少女 就是背后一金砖 正面一把砖 就一回头吓你一跳 因为从后面一看 完全是个少女身材 长发飘飘是直的 一回头一看 哇 皱纹 然后一看就是个中年人 或者是中老年人 我觉得这种是最不可取的 这个情况在中国还特别不变 是 因为很多人就梦想说 她觉得她女儿这样很漂亮 所以她要这样也很漂亮 可是我觉得女人在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美 一定要发现自己那个阶段的美 千万不要去模仿另外一个阶段 因为你五岁模仿二十岁 你不可能 那有什么中老年的美呢 我觉得女人的美 其实是发现她的内心 她的内心的阅历 会让她 其实你的内心丰富了之后 都写在脸上 她会让你的表情 她会让你的神态 她会让你的语言 这里的形体状态 非常非常有亲和力 越来越让人有吸引感 你看功夫在造型外 她达到这个境界 我觉得这个衣服 就像很多年龄大一点的女性 她穿一点点有颜色的 或者红色的口红 你看那个岁数大的女性 只要把这个嘴一涂红了 马上年轻 但是你看小女孩 把嘴涂特别红了以后 马上显得成熟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年龄大的人 皮肤它会有松弛的感觉 对吗 像人一松弛 像脖子 像嘴的四周 法令纹 皱纹都会出现 如果你的唇形 导致的非常漂亮 把这个唇形画得很好 嘴一画得轮廓清楚 你颜色一明显 气色就会好 光美你想念 其实他刚才讲的 这两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自知之明 还有底气够不够 就是他刚才讲的 你有那么一点年纪之后 你敢不敢画红唇 就说你愿意接受说 对我去到这个年龄 我需要这个东西来装扮我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如果你自己涂完红唇之后 还很心虚 就觉得我这样会不会太红 不自信 不自信 底气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以前一边出席一个 就是美容化妆行业的 一个什么论坛 他们就讲了 说现在经济低迷 说但是经济学上 有一个词叫口红经济 就是说在经济最萧条 像美国1929年 那个大萧条 在经济最萧条的时候 口红反而好慢 对 女人什么都可以不要了 至少要一只口红 其实口红经济 口红是涂在这个脸上 最不需要技巧的 就是你不需要去学习 那我要画一圈 猪嘴 不 你不需要 因为一般人就拿起口红 女性都会知道 这个感觉上 不管你涂的轮廓怎样 你总是能涂上 它不像眼影 像眼线 你真的需要一个技巧 在上面 对吧 你还要需要这个 需要那个 但是为什么口红 在所有的产品里 销量是最好的 它不需要太多技巧 拿来就涂 而且颜色选择又多 白天你可以涂得浅一点 晚上你可以涂得深一点 这个女人的装扮 其实跟感情有特别大关系 女人的感情 这个越稳定的时候 越稳定的时候 在中国很多女性 是放弃了打扮 为什么呢 她觉得 中国的男的也特别怪 中国的男的是 都觉得别人家媳妇最好 没错 没错 你看那谁家媳妇多漂亮 老婆是别人的好 她自己的好 对 她自己的老婆 稍微女朋友 稍微化好妆 你化这么漂亮 给谁看 你就给我看的 别人看有什么用 我觉得这个特别奇怪的心理 其实你看在国外 这个人两人好了之后 两人反而是 这个女性越来越要打扮自己 家里都要喷得香香的 然后化得美美的 因为什么 你把自己打扮漂亮 这种你自己也自信 你自己的自信 永远要给老公 永远要给男朋友一种什么 就是这个attractive 对吧 你必须要吸引力 这男人一被女人 两口都好 没有吸引力了 肯定会有很多 你说的这个 那天我就说 那联合国的女士 还跟我大谈这个呢 说是说 这个说中国呀 接受西方的这种婚姻 一夫一妻啊 时间是非常短的 才一百年的时间 所以你文化上啊 来不及消化 你只是学了个西方的行 他就说实际上 我们的夫妻关系 很多时候就像你说的 说这女人 是吧 一结了婚 哎呀 这天蓬头垢面 甚至是 无所谓了 在家里上厕所 也不关门 他说你这老公 没有神秘感 他同样也是 男的 他说外国人 不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他还注意 保持一点距离感 保持一点神秘感 这样夫妻之间的性快感 也能强一些 哎 我跟你一曲都怪不得 冬天美国学习过两年 咱们再看看 冬天的照片好吧 再看看明星照 哎 这是许晴 这是许晴 你分析 这个 这个是许晴呢 大家非常熟悉了 他其实这是我们 最近给他做了一个 写真集里面的 在伦敦拍的 这个照片呢 许晴你看 就是又回到了这个 他很多年以前的那种 让人让 看不出是最近拍的 他看了我自己做那本书 他说哎 这个书的 感觉你觉得 谁帮你做的 我说我自己做的 他说那你帮我做一本 我说那好啊 后来他就 我们俩就商量 说去哪 就就是喝了咖啡 聊 我说去伦敦 因为他最小想去日本 后来我说不用去日本 我说 我说你的气质 伦敦特别棒 后来我们就 一帮人马杀到伦敦 拍了半个月 哇 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感觉都有 而且我觉得 许晴在这里头 尝试了他以前 很少去尝试的一种 一种形象 这个让 让整个的写真集 非常非常有看点 好多人看了 都说哇 真的棒 真的非常漂亮 看来靠背景 衬人 是吧 不是背景 我觉得有些人 他要 有些人还 衬不住这个背景 我觉得许晴 因为他阅历 他的阅历 他整个人的状态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是最佳时段 真的是最佳时段 对佳时段 你看他演那个 《建国大业》里的 这个宋庆龄 他演的 因为国母其实不好演 宋庆龄不好演 我觉得他那个神态 他的状态 他演得很好 可是他在这个写真集里 往往又表现了一个 跟那个国母的形象 有巨大反差的样子 所以女人的形象啊 是非常具有欺骗性的 是吧 枪枪三人形 广告之后见 咱们再瞅瞅啊 大明星 还有谁啊 这我看出周迅 周迅 你觉得周迅 有什么造型特点 周迅呢 其实在这个 他以往演的电视剧里面 都是有一点那个 老是哭哭啼啼的 是吧 有点哭 对 他有点那个 情绪化特明显的 可是在生物中 其实周迅是一个 有点男孩子 没错 有点男孩子 有点哥们范的 哥们对 我跟周迅认识都十多年 然后我帮他做这个形象 我就特别希望 让他有点那个 鬼马小精灵的感觉 就头上 长两个小鸡酒 然后那眼睛特别大 跟小猫似的 这跟他平常性格有点像 周迅平常跟你聊天 聊着聊着 站起来比较 我当时怎么怎么样 这小精灵 他经常一说话 说着说着 站起来 马上盘腿往那一坐 他的广告和电影中的形象 分别的比较 是两个类型 看来造型师 还要看人心 是吧 看人是什么 要知道跟人认识 我比较庆幸 就是我跟所有 大家熟悉的女明星 关于有关系 都是非常好的关系 她都看过他们的真面目 没错 这些这么好的关系 就是最简 在工作上有一个 最便利的支出 就是他们在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没有太多障碍 就说 我说你要做成一个这样 他可以 你要做成一个这样 可以 他能信任你 对 他信任 因为这个 他怕你把他毁了 不会 当然 我从来就是把人 越做越美 你有一种很夸张的 或者有一些 有些很变态的造型 他女明星 担不担心 会这一集照片出去之后 负面反应多 他不担心 我觉得不会 因为我 首先我们在这个 把握尺度的时候 我觉得这有职业道德的问题 对 你首先你要把这个人 塑造成你想要的那个形象 但这个形象 一定是有 第一要引领时尚的 另外一个 要引领这个潮流 还让他本人 展示另外一面的性感 但是光美 人的性感很重 你也是名模 我一直不太明白 有时尚潮流这回事吗 就是说 什么是潮流 是说把眼睛画黑了 就是潮流 潮流是被创造出来的 当然被创造 被创造出来 一定有话语权 我们讲 比如说你说是潮流 那么可能就是潮流 但是 这专业嘛 因为你比如你画这个 smoking eye 我记得特别清楚 什么叫smoking eye smoking eye就是烟熊眼 熊猫眼 熊猫眼 好多人就是烟熊眼 现在这样 我们记得最早的时候 我们就画这个烟熊眼的时候 这个很多人这个不理解 我记得第一次跟摩托发电视眼 电视他就说 好十几年前就说 哇 怎么什么又病态了 又不够怎么健康了 怎么样 现在你看大小杂志 包括电视 全是电讯火灵 都是告诉你说 如教你 大人去 这就是不一样的